我們來探討牛頓低音動定律 第一個我們看茄莉略的實驗 比茄莉略更早的人 好像是亞里士多的那個時代的人 他們認為說 一個物體 如果的話 你不推它的話 它就不會動 因為你有推它 它才會移動 茄莉略的話 對這個觀點 持質疑 他認為說 這個一個物體 它如果再動的話 要是沒有摩擦力的話 它會一直動下去 而不是說像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就是說 你要持續推它 它才會繼續移動 所以他就做一個實驗 它是做什麼實驗 它就是做這樣的實驗 然後他把這個呢 這個平面 跟這個面 它把它弄得很光滑 弄得很光滑 弄得很光滑以後 它在這裡的話 就是說 它讓一個物體這樣滾下來 它這樣移動移動過來 然後它發現的話 這物體的話 幾乎滾到什麼呢 跟它同高的地方 然後你這個 斜面 越緩和的話 它走的距離越長 然後高度幾乎是一致的 所以他就下一個推論 這個推論是說 如果這個面 如果是打水平的話 它會一直跑一直跑 就不會停 我一直一直跑 也就是說 一個物體的話 它本身 有它的什麼呢 有它的慣性 所謂慣性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保持它的運動狀態 如果你不給它施力 像我們平常的話 地面上都有摩擦液 你有給它施力的話 它才會慢慢停下來 你如果不給它作用的話 它會依照原來的運動狀態 一直運動下去 當然 它一開始如果靜止的話 那它當然也就是說 就永遠靜止在那邊 如果呢 它一開始就有速度的話 它的速度不會停下來 這個是茄莉瑞的它的實驗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牛頓低運動定力 牛頓低運動定力 是繼承了茄莉瑞的實驗 也繼承了它的觀點 那它的話 提出的觀念就是 慣性 就是我剛剛講的慣性 慣性的話就是說 一個物體 如果它不受力的話 那麼它就會呢 保持它原來的運動狀態 如果是等速運動的話 它就永遠等速運動 如果它不受力的話 如果靜止的話 它就永遠靜止 這個也是牛頓低運動定力 它的內容 好 那我們現在來談談這個實際的例子 實際的例子的話 我們看第一類就是靜止的慣性 我們看第一個例子 靜止的車子突然開動了 現在有一台車子 這個車子的話 你人站在上面 突然開動的話 你為什麼呢 你會往後仰的趨勢 那為什麼你會往後仰 理由是這樣子 就是你車子突然開動的話 那車子的地板 會抓住你的腳 往前移動了 你的頭來不及移動 靜止在那邊嘛 那現在的話 腳往前跑 頭沒有跟著跑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往後仰 這個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就是說 拍去灰塵 我們曉得說 然後搖樹脫果 拍去灰塵 比如說 我們有一些衣物 上面有那個棉絮 上面有棉絮的話 上面有棉絮 上面有棉絮 棉絮上面有那個灰塵 有灰塵 有灰塵 那我們是如何把這個灰塵 打下來 我們可能會用個雞毛毯子 瞬間一打 這個棉絮的話 就瞬間凹下去 凹下去 這灰塵 來不及跟著跑 然後就停在那邊 然後你的棉絮跑掉了 他就接受那個重力 給他拉下來 所以灰塵就掉下來了 再來我們看這個搖樹脫果 搖樹脫果就是說 我現在的話 有什麼 有一棵果樹 這個果樹的話 上面有果地 還有一個果實 然後我一搖的話 我瞬間把這個果地把它拉走 這個果實的話 來不及逃 就停在那邊 停在那邊以後 那果地跑掉了 這個時候 重力就不要拉下來 這個果實呢 就掉下來了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第三個 第三個他說 迅速敲擊積木中層 積木灰塵 我現在有個積木在這裡 比如說有三層好了 然後你瞬間打他 要很快 不能太慢 瞬間打過去的話 他瞬間跑掉 他來不及跑掉 來不及跑掉 停在那邊 這個已經騰空了 騰空以後重力再給他拉下來 所以你一打的話 這個東西就掉下來 這個就是進整恆進他的例子 好 那我們再看運動的慣性 剛剛講的是進整的慣性 再看運動的慣性 運動的慣性 第一個 第一個例子是說 甩手去水 甩手去水 就是說 我們現在手有水 那我這樣一甩 一甩的話 我這手可能有速度 然後突然停下來 停下來的話 上面的水停不下來 然後你那個 那個手突然停下來 上面水停不下來的話 就跑出去了 這樣的話 就把那個水給甩出去了 那這個呢 灰筆沙末 灰筆沙末也是一樣 這個的話 有一支毛筆 然後你這樣的話 一甩 一甩的話 本來有個速度 然後你突然這個筆突然停住 停住以後 上面的水停不下來 結果的話 那個水就往前排 好 再來的話 就是說 擠餅牽刀 擠餅牽刀的話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把菜刀 然後這個是刀餅 這樣子 有時候鬆掉 那鬆掉以後的話 那你怎麼弄 你就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菜刀的話 把他給拿起來 然後慢慢加速 最後有一定速度以後 敲到那個什麼地上 這個柄 突然呢 突然那個停下來 這個刀餅的話 突然停下來 這個刀餅的話 突然停下來 但是呢 這個刀子 刀刃 他有在運動 停不下來 結果就 就往下掉 往下掉的話 那個什麼呢 就怎麼 就往下打進去 往下進去以後 這就弄緊了 這個刀餅的話 就緊實了 就不會鬆掉 再我們看這個第二個例子 他行駛的車子 突然刹車 本來這個是一輛車子 他本來是有速度的 本來是有速度的 你這個人在裡面的話 你也是有速度 而且你的速度跟什麼 跟車子一樣 但是他突然刹車的話 突然停止了 那這地板的摩擦力 抓住這個人的腳 這個人的腳 突然靜止 但是頭來不及靜止 頭就往前傾 看起來的話 人就往前傾 再來我們看這個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就是說 短跑近Size 跑至終點 不能立刻停止 短跑間這樣跑一跑 跑到終點的時候 他這個頭 還是有速度 那你這個腳的話 如果突然要靜止下來的話 他一定會 會往前趴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的腳要給他多跑幾步 腳給他多跑幾步 反而下來 你才有辦法停止 不然的話 你這腳馬上靜止的話 你這個人會往前倒下去 也就是說 沒有辦法立即停下來 要往前跑幾步 才能停下來 這個也是動著橫動的一個例子 在我們看沒 第四個例子 他等速行駛的車子 牽直拋上物體 會落魂雲處 我就說這車子 然後你人在這裡 然後你拿一個球 然後拋上去 拋上去的話 你車子在跑 你人也跟著在跑 這小球也跟著在跑 那你拋上去以後 這個小球 有一個牽直速度 但是小球 本來就有一個水平速度 所以小球有牽直速度 又有水平速度 所以他就做拋物線 你人的話 是做直線運動 當這球 跑到這裡來的話 你的人 手就跑到這裡來 給他接住 那你在裡面看的話 就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是上去又下來 好像是走上下直線 但在外面的人 看到什麼情況 看到是你是 從這裡跑到這裡來 你是走直線 但是他是跑到路線 而且的話 你這個手的位置 牽直位置 還是水平位置 始終一樣 就是說 球跑到這裡 你的人 你的手就走到這裡 球跑到這裡 你的人 就在這裡 球跑到這裡 要不然你就接住 你這個球 跟你的手 始終在水平的同一個位置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那為什麼那個 小球 他會做拋物線 他為什麼水平方向的速度 沒有改變 因為他在水平方向有個慣性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第五個例子 第五個例子 向東行駛的車子 突然的話 向南轉 好 然後呢 車上人 會向東傾斜 這個的話 有點問題 向東的話 這個的話 他車子的話 車子的話 他本來是向東行駛 向東行駛的話 他如果是向南 突然轉的話 突然轉的話 那車子上的人的話 會感覺到 他是向北傾 應該是向那邊傾 所以的話 車上的人的話 會感覺到什麼呢 感覺到說 他什麼呢 他是那個 向北 那為什麼是向北呢 就是說 因為你 因為你這個 因為你這個人的話 你這個車子的話 往南跑 那往南跑的時候的話 那 車子的話 車子有往南的趨勢 但是 這個你的頭 就是說 腳的話 被 往南拉 但是 但是 什麼呢 但是你的頭 你的頭的話 還是維持往東 就是說 他往南跑的話 他是有往東的趨勢 阿哥 就是往東南 他是往東南跑 往東南跑的話 你的腳的話 你的腳的話 腳的話 往東南跑 但是你的頭是往 什麼呢 往東跑 那感覺上的話 就是說 你好像呢 被往北推 好像呢 是往北傾斜 所以的話 當他是往南偏的時候 你就覺得 他會有往南傾斜 他的什麼呢 他的趨勢 好 再來我們看看 第六個 第六個的話 他說 鏟子 鏟砂石 鏟子 鏟砂石 我們是怎麼鏟的 就這裡有個鏟子 然後 砂石在上面 然後 我就什麼呢 我就 這個 把這個鏟子 這個鏟子的話 往那邊什麼呢 往那邊投 往那邊投 往那邊投的話 就是說 鏟子的話 往那邊投 那邊投的話 然後突然鏟子呢 鏟子 鏟子的話 那砂石就飛出去了 因為 砂石它是動著橫動的 你這樣鏟子的話 就是說 這樣子吧 那這樣子的話 你鏟子突然鏟子的話 那砂石就跑出去了 這也是 動著橫動的一個例子